蕎麦果仁芝士面包 大家好,今天来和大家分享蕎麦果仁芝士面包的做法。 面包桶内加入冷水、植物油、两种面粉、糖、盐及酵母。 面包桶装入面包机后,按Menu选豆,然后按Start。 搅拌20分钟后,就按Start重置,然后关闭电源。 让面团在面包机里发酵一个小时。 发酵的过程中,可以把蔓越莓和核桃先准备好,核桃拔成小块。 在揉面垫上撒些面粉,然后把发酵好的面团倒出。 面团会有一点粘手,在面团表面撒些面粉,然后按压排气。 把面团分割成二等份滚圆。 把滚圆好的面团盖好休息二十分钟。 把滚圆好的面团盖好休息二十分钟。 取一个面团擀开。 用刮板把面团翻面,然后整理成长方形。 在面团中央平均放上一半的蔓越莓和核桃。 然后从两旁往中间对折。 结合处捏紧。 用手从面团中间往两边按压,排出多余空气。 然后把面团两端封烤。 从一端开始卷起。 手口处封好。 另一个面团以同样的方式操作。 把卷好的面团从中间。 先切成两段。 切口处用手整理一下。 把面团切口处朝上摆入面包桶内。 把面包桶放入面包机内发酵一个小时,无需开电。 面团发酵好可以准备烤了。 在面团表面撒上一些芝士碎。 按Mani选Bake,Color选Light,然后按Start。 面包烤好了。 把烤好的面包放在晾架上晾凉。 来看看切片厚的面包。 营养的蕎麦面包配上满满的果仁及咸香的芝士。 健康又好吃,赶快来试做看看吧。 谢谢收看,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点赞订阅及分享,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